今天十分安全的事件应发专民的关注 今次最近发行极核极肉片共应学校五餐的尽数 为了靠谱学童五餐卫生安全 各自政府卫生叫修重学童五餐食材定路主书系统 在今天正式注册 可以收拾将额食材的来源跟老公 透过手机扫描QR Code 以及忙碌主书提供民众变责差顺 让家庭有放心 幸福的苏心也能饮食安心 今天十分整个修重学童五餐食材定路系统 在理合政策政策 未来只要透过手机扫描QR Code和忙碌子讯 对当勤奏来尽厚学童五餐食材来源合流教 为孩子的饮食安全严格法官 近期今天十分国有主通计 每天有超过三万名的国中小学童 同志学校的营养欧餐 为特别友好来管理学童五餐食材共营体系 为新教特别企业设计 学童五餐食材定路主书系统 透过为新教教育寺合学校 三方面共同管理 提供完成的食材卫生管理 为了能够及时掌握学校血统里面 他们所吃的食材的来源以及安全 所以我们特别设立这个系统 那这个系统是我们全国首创的一个食材管理的一个资讯系统 那我们呢希望借由我们让厂商把他所有的一个食材的来源 做一个登录管理 那另外呢我们卫生局也会透过不定时以及定时的抽验呢 把抽验的结果呈现在网站上面 那这样子呢学生的一个家长或者是我们的民众呢 就可以从我们的网站或者是我们的APP 直接就可以查询到我们血统所吃的一个食材 它的一个来源以及它的流向 将其市政府为先究竟定 透过学同五产实质定论系统建设计划 有效将额效忿实质 百事件和新品供应的来源和流向 放置不发的食品流入效忽 当时也在提供到学同和家长 吉时便利的资料擦身 让家长放心孩子的阴折安全 当时也能透过系统擦身 了解其动性受惊关系和将恐 处理的社会 透过的科学书 网络管理北台 共同维护后方合同的 应是安全 西新新闻中华民 王小三 加理期 蔡红博德